李肖鹏为何能当上国主主帅 董璐说出了大实话 李铁这回走的不冤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坎球 我是阿三 这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常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亚三的视频给更多关注国主关注李肖鹏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那么李肖鹏的一个情况 我们也知道那么前段时间关于李铁下课的声音是一直持续不断那么在那个时候呢 很多人就觉得说其实李铁下课已经是成为一个板上钉钉的一个事情 而在最近那么这个事情也终于是尘埃落定那么随着中国主席的一个官宣了 就已经是正式确认那么李铁了彻底从中国国主离开 而取代他的则是此前武汉的一个李肖鹏教练 那对李肖鹏这样的一个主帅的可能在此前有些球迷还不是特别熟悉 那么他在此前也确实拥有着非常丰富的一个经验 那么此前也曾经执教过中国女主以及呢 武汉的那些球队 虽然本身来说他应该呢也是具备相当大的一个丰富的经验那么对国主来说呢 可能也确实是一个新的期待 而且在此前他也曾经是李铁的队友所以双方那个实力呢应该是不相伯仲 因此这次能否给中国国主带来一个新的变化呢 可能也是很多球迷非常期待的一个结果 所以呢其实很多球迷可能也都想知道说呢 那李肖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教练 这一次他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 能够成为中国国主的先帅 那么可能在此之后他又能否给中国国主带来一些新的东西呢 我看到董路啊其实也在最近的转发了他在19年发布的一条微博 当时呢李铁还没有上任 那么当时董路呢是说呢 希望李肖鹏能够担任国主的主帅 因为什么呢他提到有几点非常重要就是 啊李肖鹏这个 这个主帅呢能够体谅球迷不甩锅而且呢也他的能力也是比较好 此前呢只要逐学杯的时候呢也确实是暴露一些问题 并且得到了改正 所以差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所以我觉得其实董路这番话呢也是说出了大实话 说出了李肖鹏呢 为什么这一次能够成功当选国主主帅 第一个是能够体谅球迷 第二个是能够主动揽折不甩锅 这两点其实实际上是成为国主主帅非常重要的一个全体 也能够去提前处理好和球迷的一些矛盾 因为我们也知道其实这次李铁之所以下课呢恰恰也就是因为这两点非常重要的问题 导致在外界引爆了舆论的一个负面的一个舆论 导致李铁呢不得不提前惨败下课 一方面那么其实体谅球迷界点呢我们也知道呢 那么在此前李铁是多次和球迷叫板 并且呢可能呢也把自己的一些问题啊怪就在球迷的一个压力身上 觉得球迷呢给他施加了压力并且去批评他 让他自己呢蒙受了很多的一个委屈 所以在当时呢他才会利用30多分钟在发布会当中的去甩锅去 哭诉这样的一个苦水 所以呢我们也知道李铁的恰恰是因为这两个致命的毛病呢 才断送了他此后啊三年的一个国主主帅的一个生涯 所以从目前来看其实李肖鹏呢并没有具备李铁这两点臭毛病 而且目前来看的话李肖鹏整体呢也是一个比较聪明而且情商比较高的一个主帅 所以可能呢他在这样一个国主主帅的位置呢会比起李铁的更加合适 也更能够得心一手 所以总的来看其实这次李铁出走的话也确实是不冤枉 我确实相比起自己昔日的一个队友李肖鹏呢 可能李铁在这方面情商方面并不是特别在意 而且可能也 不是特别高 另外一方面怎么样去和球迷啊和这个教练组啊包括和很多国角去进行一个 和谐相处呢可能李铁也并不是特别擅长 所以总的来说可能相比之下李肖鹏确实是比较适合这样的一个位置 因此呢我们也非常期待李肖鹏啊 那么真正上任之后能够真的给中国国主带来一些新的变化 毕竟现在中国国主整体的一个阵容啊包括我们的状态呢 也确实是百废担心 所以确实虚妄啊 也需要了李肖鹏能够给我们注意 注意一些新的血液带来一些 新的变化 我们也期待在下一个阶段的征战当中呢李肖鹏能够带来我们国主一个 好的成绩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